大家好 我们在养护蟹爪蓝的过程中呢 有一件事呢是很多花也会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忽略这个问题呢 会导致你的这个蟹爪蓝了一侧涨偏了 那么会导致影响它的整个珠型 而且会影响它的这个美观程度 那么是哪一件事是大家经常忽略的呢 就是要给这个蟹爪蓝定期转盆 为什么蟹爪蓝要给它转盆呢 其实是因为蟹爪蓝呢 它其实 它这个植株呢 具有很强的一个趋光性 那么它长的话呢 就会像这个光照强的一面生长 就像我这一盆一样 大家发现没有 它就往这个光照强的一面生长 那么背光一面呢 是还可以的 但是像羊的这一面的话呢 它就直接长歪了 它是往这个光线这一面来生长了 所以呢 我们要想你的植株呢 长势均匀 不让它出现这种长偏的情况 那么养护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给它定期的转盆 那么我们养的过程中呢 如果不转盆的话呢 它不仅会长偏 而且呢 后期是很难把它纠正过来的 所以我们养了一段时间 大概七到十五天左右了 记得给它转一次盆 让它呢 能够受光均匀 这样就不会出现了一侧长偏的这个情况 除了要给它定期转盆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施肥的时候呢 大家也要注意 不能够偏撕一边 可能呢 你吃了很多像这种款 施肥呀 全部放在这一边 那么另外一边不放的话呢 就会导致这一边长得比较旺 另外一边呢 长得会比较慢 所以养护的过程中呢 定期给它进行转盆 施肥的时候呢 全部整个盆面呢 施撒均匀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出现它长偏的情况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